失分熊魔省Center 主場出擊要爆樓 碧比和阿力山大筆拿法庭用球 散落聖誕老人和微綠身上 好責任 誰叫熊魔剛剛在史雲斯上失分 聯賽五連勝走勢無罪亂 尹佩斯和朗利入不了球 更加往送了很多入球機會 今晚聖誕快車第二戰 回歸主場 除了要向聖誕老人出氣之外 對著柳卡蘇都不能失威 黑隊過去五場輸了三場 熊魔主場威力厲害 有誰不知道 今季除了意外輸給熱刺之外 其餘全部贏了 熊魔球員不想拆禮物日 見到火爆的費償 真是要贏一場漂亮的球